美国大选法律战全面开打 最高法院20日宣布人事异动 将四名保守派大法官 分配至四个关键摇摆州 所在的巡回法庭 从即日起生效 根据美国拉斯穆森报告 本周的民调数据 有高达75%的共和党选民认为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偷窃了选举结果 而在民主党人中 也有近三分之一的选民 持相同看法 川普总统也转发了 这一民调结果 美国宾州众议院周四 以112票赞成90票反对 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定授权宾州立法预算 和财务委员会 对2020年大选结果 进行无党派审计 希望借此恢复公众 对未来选务的信心 并在明年2月初之前 提交审核报告 近日一位投票站观察员 在宣示证词中表示 底特律计票中心的投票机 似乎一直连接到互联网 令人质疑计票过程中 可能存在远程操控 新唐人亚太电视 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